大範圍的土石流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這裡是基隆市七土區東興街143號營造廠及鄰近公寮 因為雨勢不斷 10月17號晚上發生土石流災情 幸好現場實名人員即時逃出 不過有許多機具招買業者損失慘重 四台怪手有十三台三噸半 還有五台大車還有轎車四台在裡面 我幾乎一兩千萬的投資都在裡面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立法人蔡世英得知後前往未溫周遭住戶 並請國軍來協助清理土石 同時也邀請大地工程祭司評估現場 是否有持續崩塌的危險性 理清水土保持的問題和養護的責任 第一個部分我們請我們的區公所 市政府跟軍方聯合盡速 把整個災區範圍的土石流的部分 先清除乾淨 讓我們的居民在生活上能夠恢復正常 第二件事情我們也有請市政府 趕快聯絡嘴寶祭司團的顧問們 來到現場來評估後續的安全狀況 是已經拼迫已經達到穩定了呢 還是持續有崩塌的一個危險 第三個因為我們剛才了解一下 初步了解這個土地所有權利的智慧 所以我有聯絡國三組的部分 請他們先來瞭解這個土地管理的狀況 那務必要把民眾生命財產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這個山坡地的防護的部分 這幾件事情我會要求他們 清楚把快點時間完成一個工作時間表 然後把這些相關的時間把它完成起來 另外在東四街133-1號旁 也發生土石坍塌阻礙 東四坑溪河道的情況 信浮華城最上層 則有大量砂石堵塞排水溝渠 形成路面浸流 賽斯印也逐一前往會堪 並行大地工程祭司提供建議 包括東四坑溪河道疏郡及邊坡整治 信浮華城部分則清理排水溝兩側土石 並在三側加裝防護網攔截土石 那林務局剛才要表達說 這個面積比起上一次更加的擴大 那他們會儘速在兩 我有要求在兩週內 完成整個案子的核定 然後最後請他們這個 大地基石來做後續的工程的測量 那裡面比較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已經嚴重的侵蝕到河道 造成了河川的改道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在跟市政府的河川課協調 就河川的部分也要重新來數據整理 配合的邊坡整治 而才能夠讓這個地方能夠解決 避免我們的民眾的生命才能受到影響 記者 張啟騰 金融報導